经过多方努力 刘峰柱他们获得批准 在一具千年契丹女师身上 取一块骨头 拿到所需要的骨DNA 这是我国首次出土的 千年契丹女师 当时在内蒙古乌兰查部盟境内 契丹墓群中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 密封程度很差的石炫墓穴 把牧师后部的基土清理之后 一个金光灿灿的流金面具 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个流金面具的出现 使在场的工作人员精神为之一振 他们沿着面具往下清理 出现了躯干 四肢 乃至整个一具尸体 科学家们给他做了 生前面貌的复原 复原后的他身着契丹服饰 秀美的脸上带着迷一样的微笑 让我们神往那个属于他的年代 经考证 契丹女师生存在公元十世纪初的辽代 年龄约二十五岁左右 专家们发现 由于尸体保存得十分完好 在他的骨头里 还有一些较为完整的DNA常链的存在 如果把它们提取出来 就可以从分子角度 找到契丹族的基因特点 提取骨DNA 事件十分精细的工作 它必须在保证 千年骨湿相对完整的情况下 取得足量物质 经过事先周密的研究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专家们 决定从女尸的左腕上 截取一块一厘米左右的骨头 开关后 时间非常宝贵 所有工作必须在几分钟内完成 否则空气就会对女尸构成不良的影响 幸好一切顺利 专家们把女尸的腕骨带回了实验室 按照国际上的规定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专门批出两个距离较远的实验室 同时开展对契丹骨DNA的测定工作 为了了解契丹人千年之后的归处 课题组表现出了医学家特有的认真与严谨 这是我们从古代人体中提取的DNA 它的含量非常少 所以我们在实验中要特别注意 不要污染了 历经千年 古人体中保存下来的DNA 不到生者的三十万分之一 为了保证结果正确 专家们又从其他古墓中 提取了契丹人的头骨 牙齿等六份样本 终于得到了属于契丹民族的 DNA特异性片段 我们现在来进行DNA序列的测定 如果所得到的DNA序列相同 则说明它们来自同一个民族 如果DNA序列不同 则说明它们来自于不同的民族 我们进行序列比较 如果序列的相似性越高 则说明它们的亲缘关系越近 现在千年之谜将在这一瞬间揭开 为什么利用DNA技术 就可以将多少年来悬而未决的难题 一锤定音呢 先来看一看什么是DNA DNA就是脱氧核糖核酸 是核酸的一类 因为它的分子当中含有脱氧核糖而得名 我手里拿的就是一个DNA的模型 DNA的化学结构是两条平行的链 通常是绞成麻花状 假设我们把它拉直 它就好像是一接一接搭起来的梯子一样 人身上的每个细胞 有总数约为30亿个碱基对的DNA 每个人的DNA都不完全相同 人与人之间不相同的碱基对数目 能够达百万之多 因此通过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测出来的 人的DNA模样就会因人而异 人们就可以像指纹那样 分辨人与人的不同了 同时生物体亲子之间的相似性和继承性 也就是所谓的遗传信息 也储存在DNA分子当中 人们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鉴别两个人之间的亲缘关系 我们通过DNA序列的比较 得到了契丹、达沃尔、厄温克、蒙古和汉族的亲缘关系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得到达沃尔族和契丹族 他们的亲缘关系最近 其次是厄温克族 再其次是蒙古族和汉族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专家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达沃尔族的DNA序列与契丹人的极为相似 这说明他们与逝去的契丹民族之间 存在着很近的血缘关系 这些达沃尔人很可能是契丹人留下的后代 刘凤柱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勒志德 这位达沃尔老人带他去了一个地方 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编宝 他现在已经被考古学家发掘证实了 于是传统的考古学与分子技术 就找到了这段被人遗忘的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推测出 大约八百多年前 一支契丹军队到这里修编宝 就此留了下来 今天这个敖包节对每一个达沃尔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告别 这是老山头上的最后一个敖包节 今天树和石头会被运走 而明天这里将会被移为平地 演唱会被移为平地 于是高年的老人来了 智灵的孩童来了 他们要最后看一眼这座山 再一次祭拜神灵 把祖先传下的石头运走 护卫他们到达另一个敖包 现在的达沃尔人相信科学 因为科学不但找到了他们的历史 还将逐渐地改变着他们的未来 这次寻访汽单后裔的成功 是我国分子考古工作的一个好的开始 许多传统方法难以考证的历史谜团 历经千年之后 分子技术却可以帮助我们 重新找到那些逝去的时光当中 隐藏的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